國防部前天公布了十六架次共機擾臺 是本月新高紀錄 並且日夜的侵擾 學者分析 中共正在發展中國版的舒特計畫 企圖在戰場上 搶奪電磁權以及智網權 攻擊七號凌晨又侵擾我西南空域 被空軍廣播驅離 六號深夜十一点 國防部公布有十六架次 殲十六跟殲十共機擾臺 創下十一月最多架次記錄 而且日夜都侵擾 近來中國軍事動作不斷 央視的軍事頻道就報道 解放軍國產的殲十六D電子戰飛機 已經投入實戰化訓練 極可能加入擾臺行列 根據報導 殲十六D跟殲十六最大的區別 在於機身下多個吊艙 裝載了各種電子偵察設備 通信干擾設備 雷達干擾設備等 可以跟其他的戰機 無縫伴隨作戰 學者分析 中共正在發展中國版的舒特計畫 企圖在戰場上搶奪電磁權 以及信息奪取的智網權 或成為電監十六的這個 戰術的電戰機 它跟美國的ES-8咆哮者 是類似的功能 所以從作戰層面到戰術層面 都可以看得出中共在 就是跟隨美國這種網電作戰的 一個發展 蘇紫雲分析二零二一目前中共派出擾臺的軍機 運八運九電戰機種約佔百分之十八 顯示中共有系統性的派遣電戰機種出海 來蒐集電子情報 並且發展總體電戰能力 因此儘速強化電子反制作戰能力的各式 裝備與戰法可以說是防護戰力的重要關鍵 記者韓英陳柏玉 臺北報導